那现在全球的车用晶片大缺货的情况之下 很多车厂都已经说最快月底就会断料了 那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 业界估计买车子溢价空间会大幅的缩水 等于是下个月开始你买新车 可能就要面临到变相涨价的问题 燕红色车身行驶在街道上特别抢眼 新年到想换新车手脚可得要快 全球车用IC大缺货买车就怕要买贵了 从车内的即时路况到可以自动切换的智慧头灯 其实都是靠所谓的车用IC来做驱动 也就是说其实一台车除了轮胎和悬吊之外 有高达九成都是由电子零件来组成 换句话说只要缺一小块IC 整台车就交不出来 你上最快月底就要断料 福特则是紧盯料件供应进度 才滚动式更新产能 而龙头车厂何泰也表示 IC缺料问题农历年前还勉强过关 有些比较热卖的车型像CC这些车型 如果是比较热卖的部分的话 就会缺的比较严重这样子 大概要等多久 基本上要就过年后 不过紧接着迎来农历年前的传统旺季 供不应求情况加剧下 就怕议价空间减少 最终民众只能原价买车 销量就产量假如说它暂缓下来 也会影响到销售 那势必也会影响到车市 消费者他所购买的价格 今年2021年应该还是看好在45万辆 但是由于可能受到IC这种不确定的 因素的状况之下 是否能够维持业者他们所预期的 那这个就很难讲 国内怕买贵 国外更是已经没车可买 福特美国厂官场停工 而本田日产也都奸产以对 面对这波缺料潮 各大车商行走江湖 却是谁都不敢大意 东三层电新闻 刘子层红佩宇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他们住在宇宙